大家好,歡迎收看LemonTV的科技台 如果我們用iPhone來錄音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用到iOS內置的Voice Memo App來錄音的 但如果你希望可以秘密偷偷錄音的話 我就會教你製作一個iOS秘密錄音的 shortcut 再加上backtap的功能 製作這個秘密錄音分為三個步驟 首先要製作iOS的錄音 shortcut 之後就把這個 shortcut切為backtap的功能來啟動 第三就是iPhone的機背 錄兩下或者三下來啟動錄音 shortcut 首先我們要打開 shortcut這個app 之後按右上角的新增按鈕 在Action這裡我們就要找set brightness 然後將它的brightness調教到10% 之後就按中間這個新增按鈕 然後就按Record Audio 然後打開這個show bar Audio quality就選擇very high Start recording就按 immediately 這個finish recording就保持on tap 之後再按一次中間這個新增按鈕 今次就找save file 你會看到這個ask where to save的選項打開 如果你把ask where to save的選項打開 如果你把ask where to save保持打開的話 當你錄音之後 它就會彈出一個window 告訴你你這段錄音 要儲存在iPhone裡面哪一個檔案位置 這樣就做不到一個自動儲存錄音的動作 我們就要把ask where to save關掉 然後在這個destination path這裡 就建立一個file 就叫做recording 之後就按多一次中間這個新增按鈕 我們就按剛才那個set brightness 那今次這個亮度 你可以自由地調教它的光亮度 你喜歡幾光有幾光 就調教70度左右 然後就按next 那這個shortcut 我把它命名為recording 那在這裡 你就可以選擇它icon的樣子 然後就按燈的 那這個recording的shortcut 就搞定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打開settings 然後就進入accessibility這裡 然後你會見到touch的 然後就按進去 然後滾到最底 你會見到有backtap的 然後按進去 那它這裡有doubletap和troubletap給你選擇 那我就選擇doubletap了 然後滾下去 那你會見到它有shortcut的 那這裡我們就選回剛才 剛剛製作好的recording的shortcut 然後出回去 之後呢 那你在你iPhone的機背 按兩下 來啟動這個recording的shortcut 那你會見到它現在正在錄音 那如果你想暫停錄音的話 你就按這個介面一下 那它就完成了 那剛才那段錄音呢 就會自動save在files裡面 這個iCloud Drive的shortcut裡面 那你就會見到 剛剛我們錄了那個recording file 就save在這裡了 那這個iPhone秘密錄音的shortcut功能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今天這一集我就教到大家 怎樣可以秘密地用iPhone來錄音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秘密錄音的shortcut的方法 然後就用iPhone的backtap功能 來開啟這個shortcut 那今天這一集我就說了 那麼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這樣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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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